我叫江富友,是原湖北省湘凡市国关局行政事科,秘密治安基地分子特勤刑警。 因为在1991年,我协助抓获了我们市委书记的原市委书记儿子贩毒,以及市委书记的顾业与行轮监集团手办。 他们报复我,把我的工资工作档案统统销毁,一直到09年,害死我没成,把我二十八岁为成家的儿子害死至今两年多了,一直不给破案,更不敢于立案,连立案不立案的法律文书都不敢下。 所以我经过了这三年多的,到省里面,到市里面,到我们中央公安部,中央政法委,国务院信访局。 我多次诉求,下面一直到现在不给你过,第一案破案,所以我再次要求我们上级的首长和领导们,对我的儿子的死亡的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的这个法律文书,有一个确切的法律认定。 我的工资,我的工资,我的工作,我的乡得出去,我什么时候能回家,希望我们的首长和领导给我一个答复。 我一顟嗤给我过很严重的次 Indi Taxi